好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體積的部分這邊 首先第一個 這裡有個新的單位你要看一下這個 你把它畫起來 就叫1立方公分 就是Cm然後上面寫個3 然後我教你 其實這個有個很簡單的概念去想 如果你知道你算出來的東西 是那種邊長乘邊長的 邊長乘邊長的那是什麼東西 這個算出來的東西一定是什麼 平方公分 接下來如果是兩個長度相乘 那一定算出來是平方公分 然後如果你算出來是這種像這種 邊長乘邊長 再乘邊長這種的 那一定算出來是什麼東西 一定是立方公分 對乘以3次 所以它是Cm然後上面寫個3 就叫立方公分 那所以如果它乘4次 不是就 對但是我們目前我們人類的世界裡面 只有3D而已 我們人類目前的世界裡面只有3D 如果你要到4D的話 就是你剛講的4個的話 那個就是還要第4條線 那個可能會跟時間有關 那這個我們先暫時不討論 對好 那你看這個提議方 它告訴你說 下面形體的都是1個 有沒有像這樣 這立方體是1立方公分的 所以你看它總共有幾個 就是幾立方公分 這樣子 會嗎 所以這個題目跟上面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差別只在於 上面問你有幾個 然後下面再告訴你說 每一個就是1立方公分 那你要懂得舉一反三喔 如果我告訴你說 一個是10立方公分呢 那你算出來答案是不是還要再乘以10倍 對不對 這樣子會啦 那因為這個題目很簡單 它只是告訴你說 一個就是1立方公分 所以你家屬它有幾個就好了 好那 我們做 好前三題好了好不好 然後456交給你們 4567交給你們好了 不要啦 12375我先講 我們先講第7題最簡單 來請問你 如果有25個立方體所組成的 那體積多少 那體積多少 就是25 因為一個是1立方公分嘛 所以25個就是25立方公分 這個應該很簡單 那第一題的話呢總共有幾個 來畫一下嗎 1234對不對 5678 這是我看得到的 然後後面這邊是不是還有一個 還有一組還看不到對不對 那個也有4個吧 所以它是12個 所以它就12立方公分 這樣子 會啦齁 好 再來第二個的話幾個 123456789 9個 所以它是9立方公分 OK 這樣會嗎 會 會啦齁 那這邊的話呢 這邊有沒有快點寫法 來注意看喔 我先教你快速解法喔 這裡有幾個來看一下 下面總共有幾個 123456 下面是不是有6個 對 然後呢我教你上面這一排跟下面這一排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先乘以2 所以總共會有12個 還沒講完喔 還沒講完喔 但是這個地方是不是有剛好缺了一個對不對 -1 對你就-1 這樣會比較快 就不用再慢慢數了 所以答你幾個答案就 11個 這樣會嗎 會齁 會齁 來 會了之後呢 來4567現在馬上動手做 快速 去 有